大家好,我是志宇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一颗特别的星球 你知道吗? 在遥远遥远的宇宙间存在着一颗压力星球 压力星球上住着泡泡人 泡泡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和我们差不多 每天大概就是吃饭、上学、和朋友玩 但和我们不同的是 当泡泡人遇到压力时 身上会冒出三种不同颜色的泡泡 比方说,刚认识新朋友虽然难免尴尬 但其实这样的尴尬就是一种压力 而这样的压力相对轻微 大多只会冒出绿色的泡泡 如果像是认真读书,但考试考不好 看到考卷的那一刻 大概会冒出黄色泡泡 至于红色泡泡呢 红色是一种很特别的泡泡 这是我们最不乐见 也最不希望它出现的 当泡泡人长期受到欺凌 饱受风霜或被家人人墨对待时 身上会出现特别的红色泡泡 红色泡泡几乎不会消失 时间久了,还会在身上变黑 留下伤痕 有朝一日 如果又不小心碰到这个伤痕时 它又会再次复发 如果你今天身边有这样子的泡泡人 你会怎么样帮助它呢? 有一天 有一个泡泡人独自坐在地上 他的身上布满伤痕 身边虽然一直有人经过 但因为这些伤痕 一直没有人敢靠近他 直到有一次 有两位他不认识的泡泡人 走了过来 他们没有特别说什么 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在那之后的时间仿佛静止了 感觉起来过了好久好久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三个看起来 好像是一直在一起的 直到有一位泡泡人 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了什么 也没办法替你承受 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感受到 我们看见了你的伤痕 伤痕累的泡泡人 这样回答 谢谢你们看见了我的伤痕 幸好在这座星球上 创伤是可以被看见的